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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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2岁的James 自小的体质比较敏感 容易出现湿疹 但身体不算有大问题 直到由香港移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三年 身体开始出现变化 是1999年尾2000年开始发觉 面上有很多红斑 手指骨开始痛 然后我见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说我没有可能是红斑狼瘡 因为红斑狼瘡十个病人 只有一个是男性 九个是女性 可能很少机会 因为那时候我又敏感 我那时候敏感 敏感很容易 红斑 觉得不可能是红斑狼瘡 直至我找个皮肤科看我 他一看我 就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他一看这个验血报告 就说我这些血有问题 即是患上红斑狼瘡 英文就叫做Lupus 其实Lupus不是英文 是德文 德文Lupus是柴狼 所以红斑狼瘡 就是说病人的臉 有些疹红色的种种 因为病人的白血球 出抗体 原本是抗体是杀菌的 它就变成了 出阔了 它的抗体自己打自己 即是等于一个国家 那些兵半变 它自己打自己 杀了自己身体内的细胞 刚才我说的 由皮肤去到关节 由头脑到身上 影响肾 又影响肝 又影响肺 又影响了身座 还有影响了全身的血管 血管会收缩 收缩了 不够血在手指尖上 幻想红斑狼瘡症之后 James除了要忍受身体上的痛楚之外 生活上亦都带来了不便 影响我的膀胱 因为膀胱是一个袋 给你装着尿液 但正常人急 便会去厕所 膀胱是肌肉 一捏起来就会去到 但问题是 它喪失了 捏起来 我捏不到要放尿 在晴朗的天气下 好多人都喜欢走出户外 晒下太阳 吸收下维他命D 但James每次要在阳光下散步 就要出动全副武装 帽、太阳眼镜、风衣 和防晒、太阳膏 嫁印红斑狼瘡症的患者 晒了太阳 便会令病情恶化 很多人都说 脚冤 走慢一点 我说 这样也更冤 因为你走慢 脚多一点力 站在那儿 在治疗期间 因为服食类固纯弱 令James的食欲大增 而红斑狼瘡症都伤及他的脑 令他失去饱肚的感觉 所以在那段期间 他不断地进食 当时只有15岁 5尺高的他 在一个月之内 体重就由65磅 增加到160磅 我觉得他很凄凉 当时的情况 你见到他瘦瘦得很厉害 突然吃到 为了做化疗 就要高到他很肥 整个做摸摸 然后又很违食 也不理会 只会吃东西 晚上有时在医院 在疗友院 那些姑娘不可以 晚上不会这么勤力地看他 有时他小便 没有帮他做好 他变得濕了 好像很惨 因为每天都要驾车出去找他 当然会觉得辛苦 但那时我会 可能也会天主给力量 我觉得那时 我真的要很识心地 和他安排每一件事 他那时真是 很不清楚自己 应该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那时有很多工作人 跟他做事 要出去外面 他又要保持他的健康 未干净 所以我从来都从他编排好了 帮他准备好了 让他出去 但后来他们说要训练他独立 训练独立 但他的脚的问题 很难还给他自己 可以到处去 James本身读书成绩优异 数学成绩更加特别出色 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 曾经考过第一 但James当年患了红班狼瘡症的时候 因为病而经常请假 令他无法完成第九班的课程 当他出院后重返校园 但不能够恢复当年的学习能力 因为我病后出身 开武中心 我去Pine Tree High School 影响我的组织 以及我的训练 初时我讲得很快 很快很快 比打风的 没人可以听到说话 就快到去 他回学的时候 常常告诉医生 我很累 我又头痛 他去教室 出院后 我还是回家 我不能休息 每周一两天 就告诉医生 要回家 原来他对脾气伤了 对读书很辛苦 而且对组织的能力 是很弱的 那时他要读书 他觉得很不想 所以很高 就是说 慢点不做 不想不做 不想做 上课就达较迟 早点走 由于熊班狼创症 减弱了James的学习能力 他在十二班那一年 最终只是拍了毕业照片 但就拿不到毕业证书 对于一般学生来说 毕业证书就等于升学 或者就业的入场券 虽然James收取了这一张的入场券 但他没有失去自己的人生 我中学的时候 我拿着一个走路走 我当时已经觉得 天主有他特别的召唤给我的 因为正常人 读书 大学毕业 接着结婚生子 做一些家庭 但我觉得天主有另一条路让我走 有他安排给我的路 所以我无认为 我没有任何沮丧 反而积极寻找天主给我的路 我没有比较 我从来不比较 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身体一样 脚比较稠 因为两个工作不同 所以在世界上不需要比较 如果比喻人生 就是在驾车 在人生马路走 我们有多少时候 愿意让天主坐司机位 而我们做乘客 还是我们常常都拜着司机位自己驾 当你让天主做司机的时候 就没有挂虑 因为你是乘客 你让司机决定去哪里 James加和天主的关系亲密 但其实他的信仰生活 亦曾经经历过 由冷转热的过程 我记得我当时 妈妈已经得了他 令人生 有学到你 我认识天主 但问题是 我认识天主来 只是觉得他是主 他是神 但没有任何的相关 只是我是教徒 神 但没有任何亲密的相关 只是我祈祷 只是我祈祷 和我去尼撒 只是我去浸墓 只是我不是想去的 不是我热冲的 只是我例行公务 上圣经班 圣经课 也有的 初期没有耐性 也影响他 不能专心地望离山 他当时的没有耐性 一听见 LITTLE DURAL WORDS 即是 一入圣言部份的时候 他立刻要离开 他叫我拔了我出去 他找个地方 圣堂出外面 总之要离开 不要听圣言道理 也不容易听HOMELY 他觉得忍耐不了 他没有这个耐性 一听见HOMELY 结束了 他就回到圣堂了 那时我看到 那一大日戏 那怎么办呢 James没有耐性望离山的问题 一直持续 直到有一天 他好像以往一样 和妈妈去到 B.C省 满地保市的 Saint Joseph Catholic Parish 望离山 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发生在他身上 这家圣堂对我来说 最大意义就是 2007年 2007年3月17日 我在这里 被天主叫我 什么叫天主叫呢 就是那一次 The Choir 那时三月是Land The Choir 十点的Choir 在唱歌 叫做Father I've Seen 而中间重唱那段Leric 是 I forgi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ine Take my hand Go in peace No more Beloved one 我听得很清楚 这段Leric 是天主亲口唱的 所以那天真是很 很驚慌 很意外 我相信了这么久的主 真是活着 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主 而真正是临在我们身边 他原谅我 因为我以前也有很多罪 我每个人也有很多罪 但是他才原谅我的罪 还说欢迎我去他的家 没有介意我 仍然爱我 好像他亲密的孩子一样 那次James 在《尼撒之中》 听到天主的歌声经验 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与天主的关系 不是理性上的相信 而是确实感受到 天主是真的 从此 他的性格 也慢慢地改变过来 以前很怕走 一句话都不会多 但现在 开龙雀 很愿意和人分享任何东西 介入他的生命里面 那时候 我真是觉得 为我来说 就是一个 将以前的 话雷 忧诚 悲哀 与美雷醉 转化为喜乐 和 Fanx Kiving to God 因为他真是 变得 正是第二个人 他 他从来都 没有说 虽然还要吃药 吃很多药 还有很多 未来生活上的挑战 还有要受很多疼 身体不在这里 中的那种 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 他觉得自己 没有失去的 没有失去到 他之后 得的 得的更多 因为天主给他增加 他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没有埋怨过 因为埋怨没用 后腹一样是没用的 帮不了我向前 我现在只做 帮我向前的东西 他现在是养养 没有 他 他 他真是 美丽 这就是我能说的 他真是 全都长了 我只能找到他 是一个 好的 爱的 担忍的 活动人物 他并不放弃 我 知道 最底下是 他的信心 虽然 James听了主的歌声之后 信德是加强了 但当时的他有一个心结 令他耿耿于怀 感到能以走近天主的怀抱 中学毕业之后 我每天走个湖 我家附近的湖走两次 听着一只 菲律宾神父 我记得当时我听着他的歌 走个湖 我觉得自己很恨天主 当时我决定要在灵性上成功 灵性上成功 但当时我很大困难 因为当时我是罪人 我记得当时 每天看阉网 但当时我决定要停 但我觉得自己停不了 看阉网的习惯停不了 但我深信 就是我天主 既然我想依靠的是你 我想寻找的是你 你自然有方法去帮我 接近你 离开罪恶的 这样 James 核定决心 远离罪恶 促出改变 就是因为他当年听了 Father Mimou Paris 演唱的 My Only Good 这几句歌词 而深受感动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will pass away All the earthly goods Beauty, themes and glory Only you, my Lord Only you will forever Remain 即是说 世上任何东西 都会逝去 人和物都会逝去 唯独上主才是永远长存的 而当时我说 有个很大的心志 天主既然你永远长存 我就选择走你给我的路 当时我决定要离开罪恶 跟随天主 当年James站在湖边 决心悔改 但他还有一个疑问 我问天主 没有一份稳定工作 收入的人 没有老婆的人 算不算一个男人 但我发现天主回答我 任何一个人只要肯付出爱 能够自身地付出爱 就是一个男人 不是你拥有什么 或者失去什么 而是你能够付出什么 决定你是不是男人 天主回答我 James 解决了心里疑难之后 重新开始踏上他积极的人生道路 虽然他是红斑狼瘡症患者 但当他的病情稳定之后 亦都不为余力地做义工服务社会 又以画画来抒发他的情感 天主召叫了他 令他有这一个转变 除了James 的妈妈感到安慰 爸爸也十分之耻 爸爸会很疼我 他那时候很怯 在我的立场 你虽然是病 但你不能够怯的 你不是追求长命 但你追求生命有意思 譬如你画画 我说你经常画画 我见到一些 我的湖那么漂亮 你不如画吧 不如画四季 想办法 怎样可以一幅画 展示四季出来有趣一点 为了提醒James 要积极努力 不要被疾病打倒 James 的爸爸 趁着写了一句座右名 贴在James 的书桌上 以作鼓励 每一天在我生命内 每一方面都有进步 不单是言语和文字的鼓励 James 的爸爸 虽然不是天主教徒 但每一个主日 都会陪James 去到圣堂望尼撒 言行合一 支持个儿子 不是叫陪的 我觉得教堂都可以 因为我11年都在天主教学读书 现在James 每个星期一次 都会去New Squire Society 做耳光 为了特殊需要的人士教电脑 不经不觉 已经教了11年了 因为我首先 就是我认识电脑 我想和其他人 分享我电脑的知识 亦都 我认识电脑做了这份工作 我觉得 很用心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有特殊需要 我更加能够明白他们的特殊需要 虽然未必我们一样的特殊需要 但问题是明白 例如我长期病话 我都知道他们的困难 尤其是当你想做一些事 但有些病阻挡着你的 想前进 例如我现在教你 我原本的客户 他中了风 他没有病毒有问题 我明白他 因为我的病 我更加有患者 去对待其他人 他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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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客户 他都想要知道 我有一件事 我认识是 他的健康 已经下跌了 他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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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友善 他比较友善 我认识电脑 我认识电脑 当时是可以教两个钟 但现在坐一个钟 肩膀就很痛很痛 所以现在 maximum都是一个钟 但我仍然会尽全力 去做这个钟直到最后 直到搞不了为止 既然因为身体的痛楚 不能坐太久 为何不考虑休息一会 或者转过另一种的义工服务 主要没有放弃我 我都不会放弃 除了做义工的电脑导师之外 James也会每个星期 去Strive Headway Center 画画 这个中心 是一个为老伤病患者 提供康乐治疗的地方 现在James正在画一幅 以红黄蓝三种原色为主的三朵花 James自从五岁就开始学画画 到现在 他的画工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准 自从James那次被天主召叫之后 他在画画的过程 也感受到天主的启发 我207年之前说过 我决定跟随上主走我以后的路 我画画的经验不同了 因为那年开始我画的两幅画 是God hold me as a brush 以前我画 I'm an artist 但那年开始 I sign God's name 我签了天主的名字 对于James而言 画画最大的挑战不是画工 而是耐性 James记得自己在患病的初期 一点耐性都没有 但在一次画八颗花的过程中 天主令他明白到耐性的重要 当我画到画完这幅画画水珠的时候 我想贪快 例如Lily很大堆 我想上面画两粒水珠 右边画两粒水珠 前面画两粒水珠 我想看看效果会如何 这样 我想画六粒水珠一次过 但我真的画了 结果之后 等了一个星期之后 如果整个静气 例如弄三粒 显出来的 当时我听到天主说 不用急 慢慢来 做一粒画 等到最后 看出来就会很漂亮 任何印象 James has ever given us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墙上 我们永远不会卖它 或放在我们的墙上 James doesn't do it for money 他只是做它 为了写的喜爱 他愿意负责 他的艺术 给他人 他愿意负责 他愿意负责 回顾James的整个患病过程 他不但没有埋怨 幻想了这个病 还是借着这个病 来转化自己 走近天主 活出更有意义的生命 这个病降临在他身上 竟然化作正能量 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完全是恩典 没有一刻觉得是病 病不是一个病 是一个恩典 因为有首歌 刚才说的歌叫Blessing 是Laura唱的 Laura Story唱的 她的歌叫Blessing 但她说很多时候 上诸比的Blessing 不是人觉得Blessing 有时可能透过大雨 甚至雷暴 反而更加觉得天主的同在 我自己常说 如果不是因为病 她说一个年轻 20-30岁就飞去 出去 出去 或者不总之 要是做组织家庭 要是 尤其是男生 怎会在家中 盼着妈妈 陪伴妈妈 我休息时 她又问我 有什么 她常常问我 有没有累了 有没有做累了 我睡觉时 我闻着 有没有累了 我自从她开始 有紧张 有失落的时候 她晚上可以歌给我听 就是说 在心理、身体和静静 她都反过来 她帮我 所以我觉得 为我和家庭的病 不是一个苦难 反而是一个祝福 天主真是很奇妙 她需要那时 在七、八年 我有足够能力去帮她 到我现在 没有什么能力 她又 给了她 虽然她也很有限度 但起码她尽了自己的能力 帮我舒缓自己的问题 人的价值 究竟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 像James 这样的长期病患者 大多数都会觉得 前途不乐观 正如James 自己都曾经问天主 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 有没有老婆 算不算是一个男人呢 但她藉着天主 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 她对将来 亦有自己的期望 我想 继续 每日和天主分享她的恩典 透过我做义工 和画我的画 希望带给人 少少希望和舒服 我从来不在意义 我的寿命去到哪里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人 可以决定这个问题 我只是在意义 上主 你带领我 你要我活到多长 就多长 是不完蛋 由于红斑狼创症 伤了James 的脑 阅读令他很辛苦 所以他很少会查阅圣经 但是他很喜欢唱圣歌来祈祷 天主转移动了之后 突然很喜欢音乐 因为天主唱歌给他听 What do you want of me Lord 因为很多人弹琴 是为了 迎合世界的standard 比如五级 八级 甚至演奏级 但我弹琴不是 根据世界的standard 而是我弹琴主要是为天主而弹 为天主而唱歌 为世界不同人和需要来祈祷 Sing a new song unto the Lord This song be sung from mountain high Sing a new song unto the Lord Sing a new song unto the Lord 他用他的一生去见证 如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身为忍修女 他千里迢迢由法国来到 刚刚开发的加拿大 在17世纪 一个普遍将女性局限在 上夫教子的年代 他为女生提供传人教育 学习了这些技能和学习之后 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欺负 想让整个人都得到一个提升 爱常传带大家去看看 圣玛丽龟瓦如何为加拿大奉献一生 看完这一集 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 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我们的生命恩传书社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